埃及局勢繼續緊張,穆爾西總統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街頭加劇衝突 在埃及的第二大城市阿歷山大,敵對的示威者之間發生暴力活動,用槍和炮掌互相攻擊 穆爾西所屬的政黨辦公室被中火,至少有一人喪生 防撥警察將裝夾車開上街頭,驅散互相打鬥示威者,並發射催淚彈,試圖將示威者趕出街頭 穆爾西的幾千名支持者星期五亦進行示威,顯示對這名陷入困境的總統支持 他們實現要繼續示威以支持穆爾西的統治 同時,越來越多反對派聚集在開羅的解放廣場揮武埃及國旗,要求穆爾西落台